现在有好多女生都是菱形身材,上身非常瘦,下身非常胖,穿裤子不好看,穿短裙更难看,这样的身材减肥是更加难减,因为减肥的时候最先减腰部,肚子越来越瘦,大腿还是一样的胖,好尴尬呀。 不过,学了这几招,大象腿不见了,手动拍打法用拍或者吹的方式,把整个大腿拍一下,有多的地方就吹一下,发现比较痛的地方,多用点力,拍打不痛,就好了。 不要因为痛就不拍了,拍到腿部酸酸麻麻的感觉最好,一天二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,这种方法没有任何的副作用,而且效果明显。 空中蹬腿平躺在床上,头部能垫枕头,和腰平起,用双手或电子垫在腰肤下方,腿与身体成90度,做来回蹬自行车动作,双脚绷只可以拉伸肌肉线条,一般一秒一个来回为宜,坚持蹬二百个,之后每天一点一点的增加,蹬的时候腿部会有疼痛感。 这样说明姿势正确,多走楼梯小下班的时候,可以多走楼梯,如果你的公司是在五楼或六楼,吃完午饭后可以直接走上去,消化一下自己刚吃进去的东西,顺便帮腿部做个减肥。 走楼梯可以拉动大腿肌肉,促进脊肪的燃烧,享受腿的妹子们,不妨多走走楼梯,大象腿会不见得优,减大腿是很艰难的事情。 初期的效果可能不太明显,关键是大家一定要坚持住。